泡面下锅搭配鲜虾肉片各式火锅料滚水烹煮 最后加入大把青菜还有关键灵魂药角鸡蛋 各式韩式泡面这边都吃得到 但近期闹蛋光店家不得已发出公告 要将店内所有餐点价格通通调降五元 今天少了差不多七个地方 然后大概最多只有少到将近快四十克而已 平常的用蛋量一个礼拜五天营业日要超过两百颗 如今不管扫不扫得到蛋 业者佛心价格先用调降后的来算 但因为现在蛋元真的很不稳定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市场扫或者是去超商去买 他可能买得到 但是因为这个价格你还要再去重新申请 要回到原本的 我觉得太麻烦了 就是在蛋元稳定的状态之前 就算有蛋我扫得到蛋 那我都一样都是扣文快 一篮又一篮的鸡蛋 顾客忙着挑选令家业者 则因顾客都抱怨买不到蛋 干脆自掏腰包 从台北问到新北 进货降价卖一颗五元 不管你是要买活体海鲜 或是冷冻库里的冷冻包 还是现煮热食 只要低消满五百 鸡蛋能用五元买十颗 就把它当成一个回馈商品 大家就说我们不用再去找一个一个问 就觉得我来这边可以买到 他所需要的东西 闹蛋荒 代价又长 业者回馈顾客 自己进货 降价卖 供给时间 期盼早日恢复 正常供应 暂时新闻 周军琪 台北